二百五的由来 很久以前 战国时期 有一个著名的纵横家叫苏秦 他游历各个国家 当他访问齐国时 齐国的国君告诉苏秦 他的一块宝玉失窃了 希望苏秦帮他找回来 苏秦提议国君 应该奖赏一千两黄金给盗贼 四个贪婪的家伙来到了公堂 都争着说 我就是那个贼 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偷了宝玉 希望自己拿到赏金 于是苏秦问他们 怎么封这一千两黄金 他们齐声说 每人二百五十两 齐王下令 把这四个二百五推出去斩首 从此以后 把糊涂办事不认真的人 叫做二百五 苏秦是军事家吗 不是 他是纵横家 哪个国家的宝玉失窃了 齐国的宝玉 苏秦给齐国的国君有什么提议 奖赏一千两黄金给盗贼 为什么叫二百五呢 因为一千两黄金分四份 每人二百五十两 现在把什么样的人 叫做二百五 把糊涂办事不认真的人 叫做二百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